欢迎收听长篇都市玄学灵异小说《神像诡异》 作者白日放歌 演播穆斯韦 墨语金金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2737集 我感觉摆放集团的位置 应该不在这些个人的死亡时候留下的痕迹上 而是应该在这些个点位所组成的熊头的某一个特定的位置 张先生 那您说是哪个位置啊 这个暂时还不能确定 待会儿等西装男子送东西过来 咱们再具体问问 吉马点点头 他非常赞同张凡这样的做法 张凡不仅有极高的天赋 认真的态度 而且做事风格谨慎稳健 从来不说过头话 更加不会卖弄自身的一些本事 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 很少受外界的眼光看法一类的干扰 这样的人才不可多得啊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 一辆爱尔法商务车向着张凡他们的车子位置行驶过来 在张凡车子旁边停下 从主驾驶位置下来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西装男子 西装男子跟张凡几人打了个招呼 将车子后备箱打开 里面第二排第三排的位置已经被拿掉了 弄得像是一辆货车 里面装的是祭坛祭祀物品 还有稻草 黄青云看到这一幕 苦笑道 这车在国内算是豪车了 那些个大网红几乎是人手一辆 说是什么大网红的象征 在这边居然拉几货了 张凡则随口说道 车不过就是一个工具 除了拉人就是拉货 哪有那么多讲究 说完 张凡便开始从车上往下面搬货 即马接过张凡手里面的东西 张先生 你不是说有事情要询问这位先生吗 你先去问 这些个活儿呀 我们来干 黄青云也紧跟着说道 是啊凡哥 你去问吧 这活儿我们干 两人把张凡挤在一旁 便开始卸货 东西不多也不重 而且两个人都稀有真气 干这些活儿也不累 所以张凡也就没和他们争执 而是带着金妍妍和西装男子 去了一旁 金小姐 你询问一下 除了她说的那些情况之外 在整个祭祀过程里 有关于熊头的 还有更多的细节吗 金妍妍点头 然后把张凡的问题 翻译给西装男子 一时间西装男子陷入思索 大约过了五分钟 西装男子才开始跟金妍妍 娓娓道来 张凡也听不懂 索性便看了看 正在后备箱位置 卸东西的鸡马和黄金云 二人已经把东西都卸了下来 正在对照图片进行安装 那鸡坛的雏形 已经是搭建了出来 张凡对二人说道 这玩意放在路上太照眼了 你们先把东西弄到山脚下 在那边等我 我问完情况以后就立刻过来 二人应了一声 抄起那些个东西 便朝着山的方向去了 金妍妍叫了两声 张凡则回到金妍妍和西装男子的身边 聊完了 嗯 金妍妍重重点头 刚刚西装男子回忆起了两处没有说的细节 这第一处就是在将熊头挂在祭坛上之前 需要将熊头的额头正中心位置造出一个孔洞 稻草穿过这孔洞才能与祭坛绑扎在一起 第二处就是熊眼孔位置 一只眼孔要引一盏天灯 其实就是点两块蜡烛或者其他燃烧物放到熊的眼孔里 不过不能人为熄灭 需要等待其自然熄灭 如果蜡烛过大 或是有别的燃烧物时间持续太久 不就把熊头给烧坏了吗 他说完点天灯这个情况之后 我跟你想到了一块 索性便把这个问题问了出来 他回答说烧不坏 据说最长的燃烧了一个月 熊头依然完好 天灯熄灭之时 熊的颜孔里连一丝燃烧过的痕迹都没有 这是为什么呀 古籍里解释说 熊代表的是神子 有神力保护 凡间的火焰怎么可能穿破神力 他也不知道这古籍里记载的到底对不对 张凡若有所思地点头 随后张凡又让西装男子 又继续地好好想了想 有关于熊头的细节 西装男子让他老婆 翻想倒柜地把他当初学习 熊记风俗时候的那些陈年笔记给翻出来 金燕燕连同西装男子 仔细地阅读了一遍 也没能再找到什么新的线索了 张凡冲西装男子道了声辛苦 说了声感谢 便让西装男子离开了 随后张凡让金燕燕在车上继续休息 他则是进了山 张凡到的时候 金马和黄秦云正在山脚下吸着烟聊天呢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协同作战 二人关系也不再像当初时候那般针锋相对 变得缓和了很多 金马跟黄秦云咨询了很多国内的事 金马对于自己的认知也变得清晰起来 越发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内敛了很多 张凡把刚才跟西装男子那边所获得的有关于熊头的细节 跟黄秦云和金马复述了一遍 随后张凡对黄秦云问 胖子 你现在什么想法 范哥 我感觉你说的 搭设祭坛的位置不在死者留下的痕迹上 是对的 说完 他又仔细地思考了一会儿 我现在感觉这祭坛搭设的位置应该是熊头额头的中心位置 毕竟在世俗的祭祀里 这个位置是可以通过稻草和祭坛相连接捆绑在一起的 范哥 你说呢 张凡看了看黄秦云 说道 熊眼孔里面点天灯 却难以损坏熊头 这很奇怪 范哥 你的意思是说 搭设祭坛的位置在熊眼的位置 可是熊眼有两个呀 这怎么确定在哪一个呢 另外啊 从整个祭祀的过程来看 熊眼眶似乎并不像熊额头上的那个孔洞 能跟祭坛发生什么直接关联呢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